陆军六军团洪仲秋下市在退伍前疑似遭到虐待致死 国防部针对相关人员展开了大动作的惩处 其中更包括了五名将官 参蒙总长延明今天呢也会主持这个惩处检讨会 而这个调查结果呢也将在国防部长高华柱核定之后 最晚明天公布 三鞠躬 仲秋对不起 班长主任都没有好好照顾你 陆军下市洪仲秋退伍前三天 疑似遭到不当管教命丧军中引起社会哗然 国防部大动作展开调查 人平会更决议通过十多人的惩处名单 其中更不罚高级将官 包括六军团指挥官成全官中将 政占主任检世伟参谋长杨海明 洪仲秋所属五四两旅旅长沈威志 管理禁闭室的两六九旅旅长杨帆汉等四名少将 都是首波惩处对象 不过家属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不太满意 不只家属难以接受 洪仲秋的母校成大更有学生发起 一人一性活动要求国防部还原真相 也有立委认为全面性的检讨比惩处来得重要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嘛 不管你换案的成绩多高 该办就是要办了 一定要把害群资马找出来 否则的话 军队这种无辜士兵的死亡事件 惩之不起 有没有进到 有没有进到照顾洪信下市的责任跟义务 紧闭室的所负责的部分 到底有没有进到 有没有按照一般的标准程序来做 还是事实上因为人情的关系 因为其他的原因 这部分都要予以调查 洪仲秋案到底是单纯管理失当 还是涉及人为冲突 已经列入军方调查重点 最晚12号晚上结果渴望出炉 UDN TV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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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